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论男明星与摩托的适配度 非85号职业赛车手王一波莫属 说到男明星与摩托的适配度 并不是说穿上摩托衣服摆几个姿势就可以说适配了 这个要是论适配度 可没有比85号更配的了 毕竟可是连粉丝都叫摩托的赛车手 2019年1月1日 王一波正式加入了万里达亚马哈车队 成为MLTYAMAHA签约车手 开启了王一波的职业生涯 同年8月10日 王一波拿到了人生第一个在摩托车比赛上的冠军奖杯 王一波总是喜欢什么就去做 尽力 然后就做到最好 所以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依旧能有如此亮眼的成绩 取得了冠军 真的是很棒的 每当王一波飞奔在赛车道上 他的脸上洋溢出对机车的喜爱 浑身散发着和耳蒙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孩子 当一个人专心于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最具有吸引力 王一波之所以有很多个身份 每一个身份都能在那个领域发光发亮 职业赛车手 是他其中一个身份 也是他非常热爱的一个事业 他说赛道上 只要速度 不要帅 他为了能让自己提速哪怕一秒 甚至半秒钟 都会用尽全力 拼到极致 赛道上 他就是一个追求速度的赛车手 当这抹绿色风驰电掣闪电般及驰在赛道 是朝着目标的一往直前 是热血青春的全力以赴 心中有梦并复出行动 在一绝绿色身上看到的是蓬勃的生命力和积极向上的朝气 但是任何成功的背后 藏着不可想象的汗水和拼搏 王一波的赛车职业生涯也不另外 没有一个冠军不是拼回来的 愿每一个职业赛车手能永远在自己热爱的世界翼翼发光 也让我们就期待再一次与85号车手的再次相见吧 关于王一博对摩托的适配度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评论区留言 关注哦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